大家下午好 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首次ESG学院的线上研讨会 通过董事会的多样性创造价值 我叫Chloe Chen 我来自港交所 我非常高兴担任我们本次会议的主持人 在我们的线上研讨会中 您可以在我们的主页上去选取繁体字或者简体字 在右上角的地方 我们的今天会议是配有普通话的同传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推出港交所ESG学院线上研讨会系列 这作为我们持续的增进 对于ESG的了解和知识 对于我们这些上市的发行商 还有更广泛的业务领域 持续的去投入ESG的进一步的了解和知识 我们这一个环节的话 会讨论不同的主题 包括ESG的大的背景 同时也会帮助上市公司去更好的了解ESG 把它可以更好的纳入自己的业务决策的制定过程中 在一个疫情后的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想法和领导力 在董事会的多样性 可以帮助我们去预防某一个整个团体的想法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业界的领导者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 我们首先有请石美伦女士致发言词 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首届 港交所的ESG学院的线上研讨会 我非常高兴在此推出并且主持我们港交所第一届的ESG的研讨会 提倡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来自全球的各公司都越来越清楚的了解到ESG必须要被衡量被报告 同时也是在设计和执行他们兵公司战略的时候 要考虑到ESG 各公司也越来越了解 这对于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疫情唤醒了所有人 现在我们所喊的口号必须要转变为行动 与此同时我们要求投资 它需要满足ESG标准的这些投资的需求的话 在全球是飞速增长的 而对于ESG战略 它的整个要求还有它的采用的话 现在每一天都变得越来越强烈 在今年在国际领导者 各国领导者 他们进一步的在气候变化上 去表达了自己致力于在气候变化上的应对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承诺到2060年 要去实现碳中立 香港政府要到2050年实现碳中立 我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私营合作 这也会给更多的公司去把ESG和可持续性 是放到他们的业务中心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我们这一个旅程现在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ESG的表现 现在不仅是成为了公司任性的一个代理 和公司的风险管理的代理 同时它也展现了和加强了一个业务 它的长期价值 而香港交易所作为在亚洲全球资本市场里面的最中心的话 在驱动着全球可持续性发展方面 是处在一个驱动力的地位 同时协助着全球的可持续性的旅程 作为一个国际的交易所市场的管理者 还有一个上市公司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变化的促进剂 我们在此是希望可以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保样 进一步的去提供和提倡可持续性 在我们的不同的业务中运作中还有市场上 我们现在所带领的是有2500名公司 那我们作为这2500家公司的监管者 香港港交所在提倡非常好的公司治理和ESG管理方面 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我们是通过申请和教育和相应的规则和监管方面 来实现这个目标的香港港交所 在2013年的时候引入了ESG的披露 自从那以后我们持续的升级 对于这些上市公司 他们所需要去披露的义务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进一步的更新了我们ESG的导则 我们引入了强制披露 要求包括董事会的声明 在声明中要明确的指出 董事会对于相应的ESG事件的重视和考虑事项 我们非常自豪港交所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几个交易所之一 可以把在全球将ESG的考量衡量能够升到一个董事会的一个地位 这也反映了我们非常强调的坚信 可需进行发展 它是公司长期发展和长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除了规则和监管以外 我们也致力于帮助公司去迈出下一步 从衡量到管理他们的ESG风险 我们将会给我们上市的公司呢 去提供持续的指导和培训 在12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推出了行业内的一个最佳做法导则 让我们的内陆可以能够转向非常好的公司治理和ESG的管理 我们现在的所推出的 今天所推出的ESG的学院 它的目标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去管理和教育 发行商和上市公司 去让他们了解呢 在他们的可实际的旅程中 如何呢 可以还有更广泛的业务社区里面 帮助他们能更好的去落实实际影响 我们的ESG的学院 它将会是一个中央的ESG的教育平台 去帮助上市公司开始筹划 安排和管理他们的ESG的旅程 它也会进一步的帮助最新的报告要求和管理材料 线上的研讨会 以及其他的ESG的资源 帮助公司去进一步的搭建 他们长期的可知性发展的战略 它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在上市公司 以及更广泛的商业区 商业业界里面呢 对于ESG的重要性的了解 和进一步的协调 ESG的考量 作为公司制定决策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有关于董事会的多样性 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主题 因为我们现在刚出版了一份 这是有关于在公司里面的咨询的报告 我们这个咨询报告里面说到 公司他们需要在改善自己多样性方面 去采取更多的行动 待会港交所上市主管陈玉婷女士 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作为一个市场的监管者 我们非常的关注多样性 最近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刚修订了我们的规则 要求董事会去披露更多 董事会的多样性 包括性别 都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那如果要是董事会只有单个性别的话 我们需要要求他们的改变 多样性的话 可以给我们从业务角度上来讲 是说得通的 一个多样性的公司 它更为的创新 更为的有韧性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风险 和帮助我们避免群体效应 对于多样性来说的话 这样的公司 它更好的去听取客户的意见 和其他的利益攸关方 同时也帮助我们可以吸引和保留人才 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领导者 多样性和ESG 在投资者做投资决定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在十年前 这并不是大家主要考虑的主流的因素 但是现在呢 他们是在最前面的和最中央的 却提倡多样性和包容性 是我自己本人的热情和激情 我相信在一个董事会中 一个董事会的多样性 它对于一个好的公司治理 和非常稳定的业务决策的制定 是它必不可少的基石 我们有一个非常多样性的能力和资源 在董事会的议员 可以让业务更成功的去适应 我们今天的不断变化的 飞速变化的世界 有一个非常多样性的董事化 同时可以帮助董事会的成员 以及他们自己去体验 以及包容多样性 这也会进一步的促进多样性 也让业务和社会 却看到多样性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我相信这也是对于业界来讲的话 商业界来讲 这是最有利的一个机会 作为一家公司来说 我们也在树立着榜样 我们在港交所超过40%的员工是女性 那他们的百分之女性 我们的高管层占有的比例是35% 包括我们分公司的女性主席等等 那我们在公司的管理团队 在功能一级还有业务一级的职位上 都有女性的高管层 我们在自己的组织内部不断的提倡多样性 我们提供倡导 我们提供培训项目向我们的员工 而我们作为一个有关于标准和规则的监管方来说的话 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公司的董事会的多样性和公司的治理 港交所持续的治理与不断的提倡公司的多样性的旅程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能够创立起一个真正公开的 创新的和有韧性的环性让我们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可持续性的增长 我们今天所推出的ESG的学院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倡导 我们在促进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一个倡导 我们将会完整stage 这是我们的一个可持续性和绿色的交易平台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的上市公司可以却在他们的监管的要求以外的话呢 提供进一步的加强的透明度 它跟我们的其他项目和其他的宣传活动的话呢 是一道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工业界来说 对于他们的表现来说 对于我们的社区来说 以及对于整个全球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 有一些在香港的领导的这个ESG的参与者的话呢 会给大家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见解 非常尤其是呢 在我们的多样性方面 请你们呢 享受我们今天下午的欢节 非常感谢石女士 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欢迎 陈玉婷女士 她是香港交易所的上市主管 今天陈女士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 多样性 她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 她也会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我们最近所推出的 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最新的发展和最佳做法 有请陈女士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我今天下午的介绍的这个主题啊 是叫做未来董事会的多样性 董事会多样性的未来 为什么我选择了这一个主题呢 刚才 石女士在她的发言中提到 我们都知道呢 多样性对于驱动董事会的有效性来讲 是非常有重要的 确实在这一个主题上 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这张幻灯片 您可以看到 这是麦肯锡2020年 有关于多样性的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要是在种族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上的表现更好的 这些公司的话呢 他们更有可能25% 有更有可能的跑赢大盘 那他们的这个比例呢 可能性是超过25%和超过36%分别 我们在港交所 我们相信多样性是业务成功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对于业务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任性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致力于不断的去倡导多样性在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中 那现在我们在新冠疫情过程中 我们大家所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都进一步的在强调了董事会有效性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呢 董事会都是处在危机的一个情绪中 而在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中 我们也看到了如何可以去更好的识别一个公司 它的优势和劣势 进一步的加强一个公司 它的灵活性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于公司它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应对危机和挑战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管是比如说供应链的断裂 或者是员工需要突然在家办公等等 那在公司来讲的话呢 他们需要把多样性融入到各公司的内部 还有他们的战略之中去 尽管现在有许多公司 那他们看起来呢 是非常接受了多样性的重要性 但是 他们在 董事会多样性方面呢 实际的行动上的可能做的还是不够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监管当局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此呢 干预一下 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指导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呢 去给这些上市的各公司 还有发行商呢 去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支持 因此我们也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建议 去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 现在这是我们在目前呢 所开展的旅程 你们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监管方来讲 我们非常的清楚知道啊 我们自己呢 应该以身作折 我们在管教所上是管理着有 2500多家公司 因此我们自己也是在 8年前2013年的时候 引入了多样性的概念 我们的多样性要求呢 在自从2013年以后的话呢 也随着国际标准的变化 和国际市场的需求 在不断的更新和变化 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的引入了 多样性的概念 还有我们的董事会的 多样性的需求 在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是做了非常多的培训 在2017年和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推出了很多的 线上培训的项目 却进一步的强调 董事会多样性的重要性 在这一个系列的培训中 我们有来自全球非常 著名的女性的 董事会的这个董事 那比如说像 JC Carla等等 这些女性给我们呢 进行这个讲座 与此同时我们也请 各位女性董事 却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多的建议 帮助我们制定 如何建立起一个 多样化的董事会 在2019年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的一年 我们成为了全球 第一个上市所 要求每一个去上市的公司 都必须要有相应的 董事会的多样性 而且呢对于上市公司 来说呢 那他们所提议的这些 董事会的成员 如何会为公司的 多样性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 对于这些提出IPO 上市的申请公司的话呢 我们也会给他们提出 同样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认为的话呢 他们在上市的时候呢 他们在准备自己的第一份的 这个公司报告之后啊 不应该那个时候才想起 那在他们想要去上市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对他们提出了 这样的要求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 如果一个IPO的申请公司 那他的上市的董事会 是单一性别的董事会的话呢 我们会要求他们去披露啊 去他们那些可衡量的目标 如何呢去可以实现 他们的性别的多样性 那当然了我们不仅仅呢 是在这个性别比例上 在高管一级要这样 那与此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要求啊 在2020年的时候呢 在新的ESG报告中 要披露员工的性别比例 与此同时在同一年中 我们也发行了 有关于董事会多样性的指导方针 在这里面却提出了 那对于各公司来说的话呢 我们如何可以在 他的董事会多样性上 以及董事会提名上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 那在市场上的参与者 他们的实践 在这里面呢 是有董事会的多样性 他帮助这个董事 他可以更为整体的 去来思考一下 他们如何可以把多样性 纳入到自己的业务中去 而在最近呢 在2021年的时候 4月中的时候 我们推出了一项这个咨询 这是在我们有关于公司框架上 我们在此是考虑到了 如何可以进一步的促进 董事的独立性 董事会的独立性 还有进一步的公司的接管 还有进一步的推广 这个董事会的多样性 待会呢 我会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很多的内容 在所有的这些内容中 在香港港交所 他的倡议下 还有其他的各行 我们的同行所做出的努力下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取得的结果 您可以看到啊 这是2020年11月份 截止日期的 MSCI这个指数里面 公司董事职位的百分比 您可以看到啊 在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管辖区中 那女性的这个占比数呢 还是不足够的 那在2020年11年份的时候呢 在香港啊 只有12.7%的比例是女性 在2019年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稍微有一点进展啊 是12.4% 但是我们也知道呢 那我们还是有非常长远的路要走的 有一些地方呢 可能做得更好 可能是由于法律的要求 比如说在法国和挪威 他们要求女性呢 必须是占有他们这个公司董事职位的 百分之四十 加州要求在公司的董事会上 到2021年年底取决于董事会的大脚呢 一定要有一到三位女性 而澳大利亚也要求 那他们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的女性占比呢 是不要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此还有非常多的领域和方面呢 我们是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努力和做出改善的 在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们希望呢可以尽早开展工作 去关注这些申请上市的潜在上市公司啊 去考虑一下如何可以进一步的改善 他们的公司上市致力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的话呢 在2020年的时候的话呢 只具有单一性别的这个上市公司 只具有单一性别的董事会的话呢 它占比呢是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要求这些公司在上市之后的话呢 要去实现他们的董事会的多样性 那所有这些公司呢 他们都承诺在上市两到三年之内的话呢 是要保证在公司的董事会上呢 会至少有一名女性董事 这是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所做出的承诺 我们会紧密的跟踪 他们是否有实现自己的承诺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已经上市的发行人 那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在我们的上市公司中呢 有单一性别董事会的公司的话呢 它的占比是百分之三十三 那我们说到了在我们的港交所里面呢 是有两千五百多家的上市公司 在我们审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 大多数的这些公司的话呢 是披露了他们相应的这个 在董事会多样性方面的这个政策的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 是没有披露的 因此啊 我们提议在我们最近的一个磋商的 白皮书中 那我们提到的呢 在已经上市的公司中的话呢 他们不能够再继续的去有单一性别的董事会 这是另外的一个图表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 对于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职务分配的话呢 那最严重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年龄比较高的这一个阶段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在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一个岁数的 独立非执行董事中的话呢 那女性所占的比例呢 这个至少呢 是让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与此同时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项目储备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最近的咨询书中 这是我们在2021年的4月中所推出的咨询书 这是一份非常全面的咨询书 这是有关于上市公司的各个方面 不仅是多样性同时还有董事会的董事提名 以及董事会的这个更新 那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 那在董事会的更新上 我们所说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所提议的其中的一个建议是主要去关注那些 任期长久的独立的非执行董事 这就意味着呢 那已经是在董事会上呢 职位上已经做了九年的这些董事 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些 有长期经验的独立非执董呢 他们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可能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贡献和经验 但是我们也知道 那可能呢这一个独立的非执董 那他可能呢是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公司 或者呢是过于的习惯了自己的这一个职位 因此的话呢我们有两个建议 首先我们建议呢 对于这些长期担任公司的执行非执董的话呢 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那需要呢更多的人的批准 更严格的要求 那对于那些有非常长期的这个 独立非执董的话呢 那这一个上市公司的话呢 那他就需要呢去任命新的 独立的非执行董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多样性上 那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呢 是如下的 首先第一点 我们相信董事会的职责 他不仅仅呢是在政策这一点上呢 就需要停止的 他必须是一个持续的旅程 因此我们要求各上市会 更上市公司呢 需要来看一下呢 我们相应的这个落实的政策 与此同时多样性 他不仅应该仅仅的局限于董事会 同时呢还有是整个的公司 包括高管层 因此我们建议对于公司来说呢 他们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和时间线 那要在公司的这个上市的各个级别的话呢 都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那最后呢 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我们希望呢 在以后不会再有这种独立的 不会再有这种单一性别的董事会 我们希望呢 这一点是可以终止的 与此同时 我们也对于 董事会的多样性相关的内容的话呢 在香港港交所的网站上 也是有相关内容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提供各东的内容 而且呢 我们也对于那些实现了多样性的公司的话呢 会为他们表示庆祝 再来看一下董事的提名 这是在我们进行磋商的过程中的 另外的一个内容 在进行提名的时候 那他们所代表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他们需要找到 这个恰当的合适的候选人 同时呢 也需要去评估这些独立非执行董事 他的独立性 以及接班人的计划 那考虑到这些的话呢 我们就提议啊 那对于 在此的提名委员会中 那应该要有 独立的非执行董事 作为提名委员会的主席 同时呢 大多数提名委员会的主席呢 应该都是由 独立非执行董事 所构成的 我们这一个需求的话呢 也会在这一方面 要求公司进一步的披露 要求他们考虑到所有的相关因素 同时也考虑到 如何呢 可以去得到所有这些相关的内容 这样的话呢 投资者可以进一步的得到更多的信息 我们的目标 我们这一个磋商的目标 是去进一步的驱动变化 我们不希望呢 再看到有单一性别的董事会 我们确实也知道 在这些提议 如果我们得到足够支持 他可以被支持的话呢 那对于 在未来去提出上市申请的公司来说的话呢 他们是不会再有单一性别的董事会的 对于这些呢 已经是有了这个单一性别董事会的上市公司来说的话呢 我们会给他们一个三年的过渡期 过渡期完以后的话呢 他们必须要保证呢 公司的董事会是有性别多样性的 而且我们也相信的话呢 这一个要求的话呢 会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 然而我们认为啊 这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这也会进一步的促进 董事会的更新 和董事会的多样性 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持续的路程 我希望呢 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以及我们所提出的倡议 是我们走向了正确的方向的一步 最后呢 我有一张照片给大家来看一下 在左手边的照片 这至少呢 是我自己的理解啊 在过去 这个董事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历史 那在右手边的照片 是我们今天的港交所的董事会的成员 现在呢 是有现在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 您可以看到啊 那我们有更多的多样性 我也希望呢 在未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呢 可以有更多的多样性 好 谢谢帮你的介绍 我们现在有请柯海利女士 他是来自国际金融公司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运营负责人 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办公室负责人 请他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董事会多样性的国际经验 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以及所取得的进展 作为国际金融公司 香港特别行政区办公室的负责人 Hester非常高兴啊 在此可以有机会呢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 与此同时他也是 IFC和国际金融公司 在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运营的负责人 他也非常的 他的工作呢 也包括着支持投资 以及在咨询项目和筹资方面 和这个总体的行政方面的这个工作 有请Hester 大家下午好 我希望感谢石女士 还有感谢港交所的团队 主持今天的会议 我的名字叫Hester Carper 我自己呢 是来自国际金融公司 如果你们要是对国际金融公司不了解的话呢 我们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部分 那我们所促进的话呢 是促进在新兴市场 在全球的新兴市场呢 去促进这个可需性的发展的 我们在全球有100多个办公室呢 包括呢 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办公室 我非常荣幸今天可以来到这里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际金融公司在全球 在董事会多样性上 我们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 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IFC我们的体验 那哪些是可行的 我们的经验教学 好 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呢 在从陈女士和石女士那里 已经听到了 但是我们知道 多样性它所带来的溢价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非常多的研究 是专门去研究啊 多样性它的这个好处 究竟有哪些 对于多样性来说 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有100多个研究 是支持多样性的 预测同时可以看到呢 它可以担到有更多的创新性 更多的创造力 更好的决策制定 在左手边的这一个图表 这是来自麦肯锡 对于多样性的一个研究 可以看到呢 那些多样性更高的这些公司的话呢 他们是具有25%的这个更大的可能性呢 可以去赢得过他的这个竞争对手的 那在右手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多样性的这家公司的话呢 他有这个赢得他的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呢 要超出36% 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 如果一个董事会 他有性别多样性的话呢 他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更多的财务业界 我们再次可以看到 在这张幻灯片上 最近呢 在国际金融公司 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 还有来自全球的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所做的这个研究 那他们显示的话呢 如果要是这个公司有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话呢 他们会有更高的ROA和更高的ROE 我们同时也知道 性别多样性的董事会 他会呢 有更好的ESG的绩效 意味着呢 他有更好的核规性 他有更好的风险管理 同时的话呢 在ESG的报告和批课上的话呢 表现也会更好 我在这里所罗列出来的这个例子 这是对于中国公司的研究 那他显示呢 如果要是有三名女性董事会的公司的话呢 那对于这一个公司的环境影响的话呢 他带来的影响呢 是非常巨大的 有三名女士女董事的话呢 跟有一到两名女董事 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 而且最近呢 来自这个贝莱德 以及高盛的话呢 他们都在提到啊 那他们在说 那他们所投资的这些公司的话 他们必须需要有至少两个 这个多样性的董事 这还并不是给我们带来质变啊 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知道全球的这个可持续性 是什么可持续性的挑战的话呢 是在驱动着我们的这个投资的流向 我们也知道现在全球受到了非常大的 环境污染 自然资源的这个减少和人力资本的问题呢 以及还有这个性别的平等和种族平等等等 那这些呢都是在驱动着这些 已经是地处优势的这些公司的发展 那同时呢 还有非常多的公司 他们是非常愿意去适应这个趋势的 这个趋势 它只是会持续的延续下去 尤其是我们考虑到在后新冠疫情的时代 那人们的需求 我们考虑到在公司的管理层和监管层 如果和这个董事会一级 如果有更多的多样性的话呢 那对于公司的表现会更好 这一个联系上 那也就意味着呢 那如果有非常好ESG表现的公司来说的话呢 这些公司的话呢 他们的表现肯定是会有更多的资本流向到这些公司 我们如果来看一下的话呢 你如果看一下这个2016年的时候 全球的这一个董事会的构成 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那女性所代表的全球的董事会主席的席位 仅占到2%到5% 在右手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分不同的这个区域 那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亚太区的话呢 是4% 那女性所占有的这一个比例 约此 同时呢 我们在右手边可以看到 如果仅仅是稍微做一点啊 是不足够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表现更好的这些公司的话呢 那他们在董事会上 女性的占比是超过30%的 那当然了 疫情的话呢 是进一步的逆转了 在性别平等上所取得的进展 可能呢 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相应的数据 疫情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呢 更高的这个给女性造成的结果呢 就是更多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更多的女性 企业家所经营的这个业务的话呢 是在疫情中呢 是不得不关闭 那于此同时呢 在这个疫情还有疫情的背景下的话呢 全球这个女性的话呢 是受到了疫情最大的这个影响 那与此同时 在2020年 在全球董事会上 女性的这个代表比例的话呢 是有进一步的下降 那这个的话呢 是有所这个增长率的话呢 是下降了0.6%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是表证的话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张是MCA的这一个表现 那如果我们要是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走的话呢 我们可以到2029年的话呢 我们可以能够有这个 百分之三十的女性 可以去做到董事会的席位上去 但是如果要是以一个放缓的速度的话呢 那可能呢 就没有那么快了 那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做出的这个报告中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呢 去尽快的去采取行动 去应对气候变化 那我们需要呢 让董事会呢 如果要是有一个多样性的董事会的话呢 那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气候风险变化 可以帮助各公司去应对他们的风险 与此同时考虑到各公司还有各私营企业的话呢 那对于气候变化 他们是但有责任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们可能不认识她 她是其妈妈的Nago Adichie 她是尼日利亚的一位女性 她说到啊 说文化呢 并不是塑造人类的 而是人们呢 去塑造文化的 为什么这个是相关的 那因为呢 我们在一开始的话呢 在去提出这个董事会多样性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这样做 是由于文化的原因 不管是公司的文化也好 还是他的国家的文化也好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今天在线上去听取我们这一个研讨会的话呢 那不管您自己呢 是否是董事会的议员 或者公司的高管议员 或者呢 您所代表的是公司的 或者您所代表的是来自这个交易所的 或者是来自这个监管部门的 那我希望呢 各位了解 你们都是有责任 你们可以去改变我们这一个文化的 这对于刚才所说到的所有这个原因的话呢 都是相关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于国际金融公司 我们是如何呢 去进一步的提高性别平等的 我们所采用的是多边的方式 我们去跟我们的客户去一起的去开展努力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 可以为这个女性的提供机会 也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各公司的利润 我们在2020的时候 那我们所提业的这个董事的话呢 现在呢已经是40%了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 董事的提名上 那他的目标呢 已经是超过了我们2030年的 所制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拓展 我们对于女性创始者的支持 我们也更多的去跟交易所一起开展合作 去改善上市公司的多样性 我们也跟监管当局一起开展合作 这是两个国际金融公司 我们所投资的公司 那在这里呢 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努力呢 去实现这个董事会的多样性 其中的第一位呢 是Interloop 这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服装公司 另外呢 是蓝鸟集团 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公司 那同时也可以看到呢 在他们的这个高管层里面呢 是有非常多的女性的 这张幻灯片上呢 给大家看到呢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 这是一个在董事会上的这个女性 这里面呢是要去提倡 在董事会的董事的培训 那在现在呢 已经是在超过50个国家呢 给董事会的女性董事去提供培训 那因为这一个呢 是我们跟港交所呢 一起开展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的话呢 这个交易所可以做什么 去促进董事会的性别平等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呢 国际金融公司我们建议的话呢 是要求标准化ESG的报告 同时要求他们呢 有可知性的报告和自愿性的准则 去支持董事会的多样性 和披露的相关的上市规则 约次同时要去优先考虑 那公司结构中的多样性 那在这个港交所的话 你们做的是非常优秀的 同时也要落实一些性别友好的 工作场所的政策 并增加的董事会和这个 高级领导职务的女性的人数 在亚洲的话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呢 开展的合作 那比如说呢 在这个 哥伦波呢 这是在斯里兰卡 它的交易所 那同时呢 还有哈萨克斯坦交易所 巴西交易所 我们都跟他们一起开展合作 最后证明的话呢 在公司的这个投资回报中 和股权回报中呢 都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 更高的回报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 这些呢 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代表的话呢 那或者其他的因素 它不能够去带来 这么大的变化的 尤其呢 它像港交所这样的 非常有执行力 和非常有影响力的 一个交易所来说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带来 更大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公司的话呢 也可以跟你们 去证明 在巴西交易所 在哈萨克斯坦交易所 和在斯里兰卡交易所 我们都实现了 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今天的介绍呢 就先到此结束了 我也期待着呢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 非常感谢Hester 好 现在呢 我们进入到 我们更为具体的 一些讨论的环节 在我们的讨论环节中 我们请到了 陈婉山女士 利济集团行政总裁 柯海利女士 还有包侃先生 她是来自 安永亚太区 金融服务的高级合伙人 他们会跟 这个各 跟柯海利女士一道呢 进行这一个讨论 陈伟山女士的话呢 她是利济集团的行政总裁 她已经呢 在 非金属行业 非稀有金属行业的话呢 有超过20年的经验 同时也是 公司集团里面 在业务发展和战略 制定上的一个领导者 她也是港交所上市委员会的成员 也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这个签和新的委员会的成员 同时也是LME的清算所的董事风险委员会的议员 另外的一位讲者 Kiss 他是来自安勇的金融服务高级的合伙人 他与此同时也是安勇在六大国际会计网络之中的全球公共政策委员会的银行工作小组的代表 与此同时他在2020年和2016年的话呢 是分别担任了香港港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副主席 我现在呢有请伍杰玄女士 她是港交所的董事总经理 上市科的首席运营总监兼政策级秘书服务主管 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那你们可以呢是有任何想法的话呢 是通过网上呢用这个QA的按钮跟我们提问 现在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有请吴女士来主持我们接下来的环节 谢谢 我们今天呢是听到了陈女士 听到了史女士跟我们的分享 有关于我们进行的磋商 还有我们现在整个旅程 她的这个走向在监管呢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 这也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呢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抛砖引玉的作用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 我们刚才呢也听到了 柯女士跟我们介绍了 那我们在这个国际的社区 在董事会的多样性上呢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我现在呢想要在这一个环节里面呢去具体的来谈论一下 我们如何可以去真正的去实现我们的多样性 那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董事多样性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首先呢跟陈女士先开始 她坐在我旁边离我坐的最近 她所经营的这家公司呢是香港一家非常成功的上市公司 您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你们公司在你们的董事会 与此同时还有在你们的员工之间呢 如何去推行这个多样性的 我相信你们肯定是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的 你们是如何应对克服这些挑战的 以及啊在这一个过程中 你们所看到的一些这个精彩时刻有什么呢 在我们公司里面 我们是非常的关注技能经验 这是在我们去雇佣员工的时候 所以啊我们三分之一的董事会的成员呢 其实是女性的 而我们在我们的员工中呢 这个比例呢是四比六的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验中 我们发现啊对于多样性的这一个概念呢 必须是从高管一层还有董事会一层呢 开始树立起这一个概念 而我们整个机构的话呢 也必须要了解多样性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协议 与此同时要有同样的目标走向多样性 我们通过这样做 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培训 在我们公司里面需要去保证 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目标全都是一致的 这一个过程呢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在不断的进行沟通 和不断的进行交流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是可能有一些 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可能在短期内呢是没有办法去达到多样性的这一个要求的 但是呢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实现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适应 但是我发现在我们经历所有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呢 人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经验 事实上呢是帮助我们可以有非常多的想法 尤其呢是在我们的决策制定过程中 我发现呢这其实呢是帮助我们可以让公司的话呢是更为的创新 在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也会跟很多的这个公司进行去交流 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是在公司的架构中它的多样性 在这里面他们都面临了一些挑战 比如说有些公司他们面临的这个挑战 我所注意到的那有些时候呢 从高管一层还有从董事会一层的支持呢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信息呢是否是给员工呢得到了足够的传达 是否呢是让员工感受到他们非常愿意做出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多样性啊其实这一个过程呢是成本比较高的一个过程 在短期之内呢他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到它带来的好处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呢他们如果按照自己的这个速度去安排的话呢 到最后如果要是有一个整个公司里面可以有多样性的话呢 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促进公司呢可以有更好的决策的制定 同时也可以让公司呢可以有更为的协调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制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包凯先生那您自己本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支持多样性的 那我也知道了您的公司也是这样 那你们也是非常积极参与这个女性的占有30%的这个董事会的讨论 您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香港我们整体的员工多样性 还有这个董事会多样性的情况是什么 人们是如何来看的非常感谢Catherine你的问话 那首先呢非常感谢港交所主持案这一个活动 我们对于港交所呢在这一个重要的意向上 所注入的额外的这个力量的话呢我们是非常激动的 在这里您所问的问题呢其实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有关于在香港社区里面大家的态度 刚才陈女士她也提到了她提到了一些发生的变化 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看到的大多数的机构 还有大多数的公司他们看到呢是对于这一个趋势的话呢 肯定是不可逆转的 而且呢我也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看到呢 她背后的一些这个理论还有背后的这个 为什么呢我们这样做是合的行的通的或者是有道理的 那与此同时呢在短期她确实会有一些成本 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他们意识到呢 他们如果要是想要去从他们自己的这个所做的决定中 要想要去获得呢最好的这个决策的话呢 他们是需要有一个多样性的董事会的 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市场上 我们是否或者不应该有这个多样性 那这是否是一个好事情 这已经不是大家需要回答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呢是最大的需要去做的是要把它变成一个落实 我们如何呢去落实变化 我们如何让董事会呢可以去看到呢有足够多的这个多样性 所以我如果现在呢来换一下这个频道 我来说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 那如何在公司一级呢去开展这样的工作 在这里面主要是有两个方向 其中的一个呢是有关于他的这一个过程还有行为 如果我们来是往后退一步的话呢 对于多样性来说 他更多的话呢 他是一个最终的产出 他更多的呢是有更多的包容性 还有更多更高的质量 比如说呢你有一个更包容的环境的话呢 你肯定呢是会更好的支持你公司的工作场所的这个多样性多元化 我自己呢本人是一个会计师 那人们都要告诉我啊 就是你如果想要有改变的话 你首先需要去衡量 你怎么做呢 你首先需要看一下 你如何可以把你的这个多样性去识别呢 你在性别上 还有在一些其他的你所去关注的这个领域上 以及那是否在董事一级 还是在高管一级 还是在整个你所有的员工一级 这是你第一步需要看的 而且您肯定也会看到呢 在一些磋桑的报告中 那这是我们在业务中呢 去看到希望报告所做的 我们一旦呢 去识别了这一些报告呢 去识别出来 你要在某一个议题上 你要去关注的 那下一步你需要做的呢 就是你的一个行为 你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发现在很多人呢 却发现了这一点 你需要呢 是有一个需要 愿意去包容多样性的这个领导 背后的支持 或者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你在提到了这个多样性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呢 对所有的这些不同的 你可以考虑的这些方式呢 都参考到了 你在去提拔一个人的时候的话呢 你会看到啊 这是我的这一组的这些候选人 但是我在这个候选人里面 是否呢 是有足够的多样性 而且呢 再一次 你在最上面 你有你的愿景 你从最上面呢 去制定自己公司的愿景 但是呢 同时你要由下至上的保证 这一个愿景 可以能够得到落实 以保证你的这一个公司的话呢 是可以真正的做到一个多样性的公司 好 我现在呢 先说到这么多 先暂停一下 那这里呢 您说到了非常有内容的 非常精彩的一些这个内容啊 那我们待会呢 再来继续的讨论一下 我现在来问一下 Hester 对于国际金融公司来说的话呢 你们在多样性上呢 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工作 我希望了解一下 那我们知道呢 在文化上 还有在人口上呢 在多样性呢 也是变得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亚洲来说的话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城市的话呢 那其实呢 跟我们在西方世界的城市相比的话呢 可能我们的多样性呢 本身呢 并没有那么的这个大 对于我们的这个独特性来讲的话呢 我们如何可以更好的去拥护和拥抱 这个多样性多元化呢 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那我待会呢 再说一下 那刚才呢 像包先生他所提到的 对于国际金融公司来说 我们合作的公司呢 是遍布全球的 去努力帮助他们 这个建立企业公司的女性领导者 在机构的不同的级别 不管是高管层也好 还是公司的董事会一层也好 我们看到呢 对于这些 那像刚才呢 Kiss也提到了 很多的这些 有关于董事会的多样化 的多元性上 那首先呢 你是需要呢 管理层非常明确的 要提出这一点 发出这个声音 那有足够的高管层 它的这个发声 如果要是没有高管层的支持的话呢 那在公司里面 是没有这样的文化的 是没有办法让人们觉得话呢 他们在公司里面呢 可以做自己 他们觉得呢 需要来公司上班的话呢 如果没有办法 完全的做自己的话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感觉 在这个公司里面 提出自己最好的想法 是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这样做 与此同时 你也需要保证 这个相应的文化 那背后呢 是有一定的框架的 你需要在公司里面呢 是有这个薪水的平等性 那对于男女呢 这个同工同酬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同时 我们也需要呢 去非常明智的和聪明的呢 用好这个科技 而且我们知道啊 科技其实呢 是非常支持一些 这个多元化的创业的 那这是在我们整个董事会 这个疫情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在Kiss刚才所说的 那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数据 你所搜集的数据 不管你的员工是谁 客户是谁 你如果没有非常稳健的 非常这个可靠的数据的话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 在公司去实现 多元化的包容性的 那在您说到这个亚洲的话呢 尤其是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啊 在亚洲的这一个文化中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董事会的多元化 或者一个多元的领导层 那这其实呢 是在一个种族 非常多样性的一个 多样化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呢 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并不是专门只有亚洲 才面临这样的问题 而且呢 在此在亚洲 在公司的领导者 他们想要去提倡 他们公司里面的这个 董事的多元化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看一下 自己的这一个项目本身 从一个文化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不能够呢 从文化上呢 却跟他呢 却进行提出争议 那但是呢 一个底线呢 是我们有一个多元化的 这个项目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风险管理 更好的决策制定 这是我们在整个 在业界的所有领域的话呢 都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 好的 那我下面的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啊 你们每一个人 那你们谁想要回答的话呢 就可以去来这个主动来回答 那我们在说到多元化 多样性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所考虑到的时候呢 肯定是这个 首先是性别 但事实上呢 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 只不过它是一个 比较容易去衡量的 但是比如说呢 我们在说到多元化的时候呢 它不仅是有关于 这个性别的多元化 同时还有技能能力啊 等等这些不同的 这个多元性 那对于公司来说的话呢 那他们去制定自己 公司的多元政策的时候 还有多元目标的时候 他们应该怎么做 尤其是在涉及到 这个多元化 它的一些这个 并不是那么好 去衡量的一些领域 应该怎么制定呢 先请Kiss来回答吧 你是一个专业的 这个给人做建议的 那对 您说得非常好啊 Catherine确实 它里面还包括着 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像能力 那比如说我们 首先会考虑一下 我们如何可以把 不同的技能 放到公司里面去 我们首先会有一个 技能的矩阵 我们来看一下 您具体最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在往回走 二十年三十年前 这个很有可能呢 是非常狭隘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你在说到 这个财务人士的话呢 您会看一下 那他是否对财务了解 是否对公司的业务 运营了解 但是呢 我们再跳跃回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跟性别来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在随处可见科技 我们通过科技去思考 当然有更多的呢 去关注这个公司的文化 如何在公司的文化里面 可以有更多的包容性文化 我们在此 我们需要呢 是跟你所在的这个市场 你所服务的市场啊 是比较呢 是贴近的 如果说你自己 所服务的这一个市场的话呢 你是否完全的了解了 你的市场 那你在董事会一级的话呢 是否了解了你的客户 你的市场 你所服务的市场 是什么的需求 那所以作为一个公司来说呢 你们公司的架构是什么 以及呢 你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技能 能够去搭建起来 所以这是 就我来言呢 就我看来 这是非常具体的 这一个每一个个人 他的这个多元性 那这是把他们全都综合在一起 你不需要呢 专门去说 那这一个人呢 是来自具体的某一个人口类别的 更多的是要看一下 他的技能是什么 那些呢 是那些你可以找得到的 可以在你的董事会上 跟你一起去开展这个优秀工作的人才 好 我们现在呢 再回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啊 那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半 现在呢 已经是全球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而且呢 而且呢 现在有人在说呢 如果要是有一个多样性的董事会的话呢 可以更好的去帮助这个公司 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管理这个公司的风险 那我想请问一下 Hester 那就你们所做的这一个研究来看的话呢 在多元性的这一个进展啊 在整个疫情期间呢 是否所取得的进步有所放缓了 那随着我们现在呢 从疫情中缓慢的恢复出来的话呢 我们如何呢 可以去更好的重新去这个 进一步的去搭建 我们在这个多元性方面的所取得的进展 我首先来说一下性别平等吧 因为尤其是考虑到在这个疫情 还有后疫情的这个框架里面 而且这也是我自己本人工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性别平等的时候 性别多样性的时候呢 它其实呢 是所有其他不同的多样性的一个代理 它代表了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多样性 那我在我的介绍中 我们所提到的疫情 确实疫情呢 对于我们在男女性别平等上 所取得的进展呢 是受到了影响的 这当然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理位置都是同样 那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呢 那尤其是这些在非正式行业里面 去工作的女性 还有去做这个护理行业的女性呢 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的 我们给我们客户所提出的这个建议 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在新兴市场中 你也可以把它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市场 我们有机会呢 可以是在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方式呢 我们去开展我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再想一下公司 他们想要去重新的在疫情后呢 重新再搭建起来 他们的这个多样性的话呢 他们可以重新想一下 他们在公司的管理一层 他们不同的这个战略是什么 对于女性来说 他们如果想要比如说呢 这个由雇主他所支付的这个幼儿 儿童的儿童照顾的费用 那这可能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呢 那这对于在这个女性 在疫情期间呢 去经营自己公司的这些女性来说的话呢 他们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的内容 那还有呢 去提倡女性作为消费者也好 或者作为创业者也好 那找到更多的这个机会 去预防任何的 对女性的这个暴力行为 那最后呢 还有哪些呢 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那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这个行动啊 那并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个 局限于女性的 好的谢谢 那我们现在呢 来讨论一下 那我们最近的这个公司治理的磋商 那在两周之前 港交所推出了一个磋商 现在呢 还是在磋商的阶段中 这一个磋商呢 会在六月底的时候结束 现在在市场上 还有在社区中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 这一个新的磋商的话呢 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我们所提议的其中一点 我们要求董事会 去更新他们自己的董事会 如果恰当的话 我们同时呢也会要求这些公司呢 去重新的评估一下 他们的董事会 我们在要求每一个公司啊 都应该在他们的董事会上 接下来的三年内呢 有至少一名的女性董事 所以啊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年内 会看到呢公司的董事 以及它的构成的话呢 会有非常多的变化 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就您来看啊 公司应该从哪里 可以找到这些人才 很多的公司他们会说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但是事实上呢 这些人才我们去哪里找 那Kiss首先从你来开始吧 非常好感谢 这是现在在市场上 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我们市场呢 可以看到今天在这里进行讨论 那我们在此呢 去继续的推进 这一个讨论是非常好 那去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啊 是否有这样的人才 那这个答案呢 当然是肯定的 那我们如果来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是做会计师出身的 在十年前的时候 那我们在香港的这个会计师 那会计师的这个平等性啊 那所以现在在香港呢 香港的女性会计师呢 要比男性的会计师呢 其实要多得多 你如果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话呢 很多年啊 我们现在都是有 这个女性大学毕业生呢 要比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 要多得多 如果你看一下 这个中层一级 还有高层的一级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女性的这个管理者的 数量还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在港交所就可以看到 港交所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肯定呢 是有这样人才的 那第二一点的话呢 像您刚才所问到的 确实我们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人才池子的 我们如何能够接触到 这一个人才池子呢 这里面呢 是需要有不同的形式的 那当然在我们在刚才 在磋商会的时候呢 我们说到呢 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 那理想情况下的话呢 这一个提名委员会 他们可以呢去提名 可以去支持 当然这里边的话呢 是有一些成本的 比如说你可以去寻求 这个专业的这个帮助 可以去找猎头 那猎头的话呢 他们知道人才在哪里 他们知道如何可以去 寻求这个正确的人才 如何呢 去可以能够更好的反映出来 像刚才我说到的 你需要在作为一个机构 你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技能 可以帮你搭进起来 这一个更新的一个董事会 当然这是一方面 那另一方面的话呢 去看一下你在过去呢 你去找董事的时候 你怎么做的 你看一下你的人脉 你的网络 你了解你的社区里面 你不同的这个同事 不同的其他的人帮你去找 同时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那你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放弃 你要不断的去考虑一下 这些潜在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要是看一下 我们目前呢 在香港所在的这一个情况 我自己本人呢 我并不认为我们对此呢 应该是自豪的 那我们在香港的话呢 女性董事的这个比例呢 是14% 那在香港来说的话呢 一般这一个董事会 比较小的董事会是有6人 那我们要说呢 这个非常低的这个目标啊 那我们要说 没有这个单一性别的董事会 这就是说呢 在董事会上至少要有 这个一位女性 那这就意思是说呢 六分之一 那这个呢 相近的是17% 那我们再说到呢 这里我们再说到 这一个大的这一个缺陷 或者说这一个差别在哪里啊 那我们在这里呢 并不是说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女性啊 去让她们去进来呢 就从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有一个多元性的 这个董事会并不是这样 我们想要看到的呢 是在整个市场中呢 有一个实时计计的多样性 我们在过去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会去跟人们呢 去进行沟通 去鼓励他们 那他们在一些他们这个 这个子公司的董事会上 因为在子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上呢 那人们可以在那里呢 去获得非常不错的培训和经验 然后呢 他们可以去 比如说呢 再去进一步的这个提拔到 这个公司的主公司 母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上 如果你们公司要是有分公司的话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你们如何可以在子公司的董事会 以及搭建出来一个 有多元化的多样性的一个董事会 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是要逐渐搭建起你的这个员工 搭建起你自己的组织 同时也去支持别人 以保证呢 我们有足够的人才 可以去支持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非常感谢 考虑到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个数字啊 那在香港的话呢 这一个女性董事的占比呢 只有13%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公司呢 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董事会 多样性的要求的 这些公司 他们需要呢 去制定一个非常详细的目标和计划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能够实现这个相应的董事会的多样性 并不是说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去找一个女的 把她放在这个董事会上就行了 并不是这样 我们要找非常实际的这个相应 非常实实在在的这个女董事 能够真正的帮我们实现这一个董事会的多样性 那Clara女士啊 那您现在呢 在这一方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 那对于啊 我们如果要去有一个多样性的董事会 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成的 他们需要找到正确的人才 所以您对于这些只有这个单一性别的董事会 在他们想要去走向这个董事会多样性的路上呢 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呢 确实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对于高管层来讲的话呢 他们需要考虑一下 你公司呢想要走向哪里 在接下来几年 你们想要去哪里去拓张 从这里也解 比如说提名委员会 我们会有相应的政策 在工作的团队上 我们也有人力资源的相应的政策 一旦去把政策制定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持续的来看一下市场上的变化 同时还有反馈意见 我们也会有一个审查的环节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些 临时的一些调整 那我们在相应的目标上 是否有一些调整 会定期的进行报告 像任何的一个政策一样 多样性的政策 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愿景 它是有关于公司的领导层 它要如何呢 去搭建公司的愿景 走向什么方向 就好像我们在说到 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 公司它可能呢 是在非常忙于应对危机带来的问题 可能会把其他的政策呢 放到一边 因此我自己的体验是 我们需要呢 去提早呢 去计划 而且呢 对于 多样性的计划 还有它的目标 可以帮助公司 去帮助他们去面临 应对这些危机 可以呢 有更任性的方式 去应对这些危机 而且呢 我也想要回到 Kiss刚才所说的 现在呢 科技呢 帮助了我们非常的多 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公司呢 保留数据 所有的这些的话呢 那它都会回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进行 这个衡量和对比 我们如何在整个过程中呢 进行一些调整和适应 好 我们还有12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观众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 收到了非常多的来自观众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 你们有更多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们继续的提问 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说到这个多样性的时候呢 人们经常呢 会说到呢 人们都觉得呢 这只不过是一个表象 那我们现在呢 在说到呢 如何呢 可以保证啊 那我们在此去做这个 董事多样性的时候呢 去保证它并不只是一个象征呢 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来做一件事情呢 好 我这样说吧 我通常呢 在跟人们说的时候呢 这是你自己的董事会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董事会中呢 去获得这个足够多的内容 那你如果要是看一下的话呢 你把它看作是一个合规的一个进程 你可能呢 会比较幸运 你可能会获得不错的结果 但是呢 我并不认为的话呢 你是可以从中的话呢 一定是会获得这个非常这个你想要的结果 但是啊 我不希望呢 人们能认为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目标 那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去非常努力的在公司里面搭建出来啊 正确的想法 正确的心态 那我就先说这么多了 Clara你会怎么说呢 我同意像Kiss所说的 这并不仅仅呢 是要去满足监管的要求 你需要考虑一下 你的公司想要做什么 你需要想要如何去发展你的业务 你如何呢 可以有那些有不同背景的这个员工 去帮助你公司的业务去发展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呢 他们也在问啊 在考虑未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在做我们这个新一系列的 有关于公司这个相应的一些披露的要求 那可能呢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问一下 那有些人呢 在问 接下来一步是什么 是需要有更多的女性吗 我们需要去增加 比如说 确定一个像其他国家 像欧洲国家这样 在法律上确定一个比例吗 那我还有哪些其他的领域 在这个多样性上 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就像您刚才所问的一样 那我刚才想到的一个数据是 在FTSC在伦敦 在考虑他们的董事会的这个配额的时候 那事实上呢 他们最后决定了不要去用配额 因为最后他们发现 对于这些公司啊 他们如果只是想要去 以这个合规去做的话呢 他们并不是认为 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下面真正的一步 那可能呢 应该呢 是不是从像Kiss所说到的 要去为了这个合规而去做 而更多的呢 是要去看一下啊 这是你自己公司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机会 真正的把它看作成一个机遇 而且我知道呢 在试行的集团中呢 我们是在考虑多样性的各个方面 不仅是性别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会看到种族 还有性取向 以及教育背景 你的经济背景 而且啊 有些时候呢 他可能呢 对于公司来讲啊 要把所有的这些呢 都放到自己的考量范围之中的话呢 是让他们觉得呢 这个内容比较多 让他们觉得可能是有点不能够去应对 但是啊 你如果在这里呢 你如果可以有正确的方式 获得数据的话呢 你在保证你的员工有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去发表呢 他们自己的这个言论 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且不害怕呢 是会受到报复啊 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可以成功的 你可以放心 那我们今天所收到的很多数据呢 都是显示 这是一个对于各公司来讲 非常积极的一个转变 这也是您在去未来呢 去进行这个投资的时候呢 那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去开展公司的投资 好 我认为多样性呢 是很多利益攸关方呢 在我们的金融市场中啊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内容 我们有公司 有投资者 有监管者 有专业人员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利益攸关方 我相信Clara向你 那你作为公司的CEO来说的话呢 肯定有非常多的机构投资者 那今天呢 他们会找到你们 去来讨论一下 你们公司的这个多样性 你们的ESG 还有你们的多样性啊 等等 我想请问一下 你可以给您的这个同行 其他的上市公司 可以做什么样的建议呢 你当然不想等他们敲到你的门上的时候 你才会去想如何回答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投资者现在呢 对此也是越来越感兴趣 你如何呢 去应对这些问题呢 我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 是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提早进行安排 与此同时要去考虑一下 多样性如何可以帮助你呢 去发展你的业务 因为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如果可以有一个非常多样性的经验 非常多样性的这个背景的话呢 在我们去制定决定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搭建起一个 人间非常顺畅的一个公司的架构 尤其是考虑到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 我们必须要提早的进行安排和计划 这也是管理层的工作之中 工作的这个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我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它是跟多样性比较相关的 但是它其实更多的呢 是有关于利益冲突和利益一致的问题 这是我们刚才呢 在我们的磋商书中啊 也提到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磋商书中 我们要求啊 去制定这个相应的非执行董事 需要是独立的 那同时还有接班人计划 这些是投资者他们所看待的 这对于公司的这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人呢 在问呢 是有关于独立非执董 他的这个独立性啊 究竟有多高呢 对于给他们的这个薪酬会对他们的独立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能我可以问一下Kiss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Catherin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在现实中来说 在香港的非执行董事中 那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讨论有关于非执行董事 他的薪酬应该是多少 那非常明显的这个独立性呢 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一点 如果你的这一个所获得的这个薪酬 那影响你究竟有多独立的话呢 我觉得那你可能呢 自己本身并不是对此这一个职位呢 有足够的了解 你并不是足够独立的 那你更多的呢 你要考虑一下啊 你是否可以呢 是有独立的这个思维 可以来去考虑到这一个事情 在我们说到磋商的时候 那我们说到磋商啊 那更多的我们要来看一下 那有多少呢 是他所在担任这一个非执行董事的时候呢 会影响到他的独立性 有些人会说 他的任期如果越长的话呢 意味着你对业务更了解 那更有经验 但有一些人会说呢 你如果任期更长的话呢 意味着呢 你可能是有了斯德格尔摩症 那就是你可能呢 是不再呢 去会提出一些批评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意见 这个是否会影响到 那你究竟获了多少薪酬 那可能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些人啊 确实呢 他们是出于财务的原因 他们是获得了非常多的 这个作为独立董事的这个薪酬 那他们不愿意呢 去离开这一个职位 但是我觉得在香港不是这样的 很多的职 独立非职董的话呢 并不是由于 金钱的原因 才留在这一个职位上 去继续他们的工作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 作为监管的角度来说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进行调查 当然我们会去看一下 那他们这个独立非职董 他们的行为 我们在看 这个独立非职董的时候 我们会看一下 他们是否呢 是去关照了 那所有的投资者 那他们的这一个利益 还有所有的员工的利益 所以呢 我觉得更多的呢 是有关于他们的自己的心态 而不是呢 由薪酬来决定的 好的 我们有一个问题 是要问Hester的 这一个 观众 他刚才呢 一直在听您的这个 介绍啊 那他说呢 您说到呢 使用这个透明的数据 还有利用科技去拥抱这个多样性 他想要了解一下 我们如何使用科技 使用人工智能 去帮助公司呢 去拥抱这个多元化 那在这里面呢 事实上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让你可以去来拥护这个多元化 那我在这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列出来 我现在简单的说几点啊 首先第一点是从这个 雇佣这一个角度来说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在这个去招聘的过程中呢 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这个招聘的过程呢 它是一个非常 他这个招聘的过程呢 是一个 非常 忙的这么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经常会说啊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透明的过程 比如说你如果在看一个董事会的时候 你如果只看一下这个公司 过去的CEO或者CFO 你在看到的是 他们的相应的头衔 但是你如果来看一下 用科技帮助你呢 去来看你的这个人工 去来看你的技能的话呢 他可能会给你呢有更多的这一个选择 和更多的这个候选人 这是我能想到的这两个例子 非常感谢 这些都是非常实践的 实际的这个例子 我们经常会说到 我们要去找正确的人 正确的人才 我们如何呢 去找到正确的人才 是我朋友的朋友吗 还是去找猎头 或者呢 是去找这些盲选 那我们现在呢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会议就要结束了 可能 我现在想请问啊 三位 那你们每一个人总结一下 那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于公司来说 他们如何可以更好的拥抱 多元化 多元化 可以帮助公司 可以有更多的背景经验 更多的看法 可以能够有一个不同的决策制定的过程 可以让公司呢 是一个更为顺畅的一个架构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呢 有两点 首先第一点呢 是确实多元化 它是要花时间的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 现在呢 是紧急的需求 我们需要呢 就有更快的速度的去推进 这个多元化 另外的一点 我认为是 从我刚才呢 所引用的那一位女士 陈蒙德 那是由人来塑造文化的 而不是文化塑造人 所以我们在个人 以及在董事会 以及在公司 以及还有在社会 以及我们所需要 扮演起的这一个角色 还有我们的职责 我们需要呢 去驱动变化 非常感谢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拥抱变化 我们现在呢 是在一个 飞速变化的世界 不要变成一个 温水里面所煮的青蛙 那最后一点的话呢 我想鼓励大家 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首先第一点呢 你需要去参与到 我们的磋商的过程中 去回答我们的磋商问题 好 我现在呢 希望感谢一下 我们今天非常出色的嘉宾 我们今天的讨论 非常的精彩 那也是专门挑出了 这个多元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我希望呢 再一次的感谢 今天在线上加入我们的观众 我也希望大家今天 下午呢 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非常感谢各位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见解 我们这一个环节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希望再一次的感谢 我们所有的嘉宾 以及我们的线上观众 感谢你们的帮助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港交所 是对于 董事会 多元化的一个激情的倡导者 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 也进一步的鼓动 鼓励了大家 在香港以及更远的地方 对于多元化的提倡 我们也期待的在未来 在我们的ESG学院的研讨会上 去进一步的招待大家 希望大家呢 度过愉快美好的下午 谢谢大家